世界杯赛场出现尴尬一幕,球员衣服被撕出一个洞,球迷,质量太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,乌拉圭与法国队的比赛一场激烈,本坦库尔与坎特的队里较量,莫巴佩对法国队的后防线,发起了猛烈冲击,然而,比赛中却出现尴尬的一幕,乌拉圭球员南德斯的球衣,被法国队球员撕扯破了一个洞,上半场第三十二分钟, 乌拉圭队在前场右侧获得机会,乌拉圭队南德斯在与法国队埃尔南德斯争抢中拿球,随后南德斯准备突破时,却被埃尔南德斯一把抓住上衣最终被撕出一个洞,裁判见状,立即吹停比赛,给埃尔南德斯一张黄牌,并且施宜南德斯抓紧换衣服,好在乌拉圭后勤比较给力, 立即将新球衣递送给南德斯,没有浪费时间,这一幕也引起了网友热议,有球迷调侃记住牌子,以后不能买这个牌子的球衣,太能撕了,标马被打点标马品牌, 这一幕也让很多球迷想到了瑞士与瑞典的比赛中,瑞士球员朱鲁球裤,被瑞典球员扯裤子,虽然裤子被扯得很大,但裤子最终也没坏,有球迷就表示,这件上衣不行,可能裤子质量比较好,并有球迷在下面留言朱鲁表示同意, 此前,在亚冠比赛中,张林鹏球衣被染血后,因为恒大并没有准备第二套衣服,张林鹏只能用交代将15号球衣的衣给粘住,为此,恒大后勤人员还遭到俱乐部处罚。 C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